1970年代 美国可以跟中国大陆建交 2020年代却说 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安全隐患跟威胁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 已经发展到美国感到威胁 他甚至觉得 那个所谓的Pax Americana 那个美国制势里面 最重要的核心 他已经没有办法掌握了 因此他在乌克兰战争中间 试图用他的庞大的金融实力 这仗其实打得灰头土脸 到了亚洲来 最近几乎没有人在讨论乌克兰 刚才亮哥说他们还是有给武器 可是全世界很少人在管乌克兰人的痛苦 跟他们的国破家亡 全部的力量转到亚洲来的时候 美国还是在每一个地方所做的 都是军事 军事与军事 他不是在做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 以前所要做的TPP没有 他主要做的都是军事 因此我觉得最近看到一个东西 我特别跟嘉远讲起他们印出来 就是在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分析的文章里面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文章我看也许可以找得到 现在文章找不到 那他的重点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马来西亚跟印尼跟中国大陆 在九段线上其实有很多的冲突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大概九段线 我们常说叫牛蛇 那在这个马来西亚 这边这是马来西亚 旁边在沙劳岳附近有一批油田 然后在印尼北边的纳土纳群岛这边 也有印尼的油田 所以他们这边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在经济权益上面的冲突 那这个经济权益最近 他们有很多在海上的遭遇 就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去的时候 他们的船就跟着走 他们叫做华尔兹 就是你进我退 我进你退 他们做的这种所谓的华尔街的做法 保护了卡萨瓦里这个地方 也保护了在印尼 他有一个策略 我今天才学的 叫做Jagang Bikan Gadu 这是叫做 就是不要去 首先来升高这个态势 当他们两边看起来 没有用剑拔奴当的方式 也没有用菲律宾去国际海域 国际法庭要求去仲裁你的海域 而是你的海警船来了 我们就跟着你走一点 然后他们叫做影子做法 叫Shadowing 就我跟着你走 那到时候我也不驱离你 你也不对我做任何的挑衅 换了什么 换了在马来西亚沙劳岳附近的油田 持续的在探勘 换来了在纳土纳这里 印尼的油田 持续在探勘 纳土纳本来在2020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是说你不准在探勘了 大家在讨论那个专属经济权利的时候 他本来说你不准在探勘了 但现在大家也不讨厌讨论那个探勘的道理 或者是没有道理 也就是说呢 他们彼此用军舰或者是海巡去做的 当然是某一种主权的宣誓 但是在主权不能够挑战之外 经济权益是可以分享 甚至可以共同开发的 这本来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 对于你有重叠的经济海域 你可以等居中线 横平线 共同开发或者是各自开发 你有四种办法 你可以共同开发 所以他们两边都对这个主权 有主张 有宣誓 但是没有走到用军舰来对抗 他们宣誓完了以后 是用亚洲人的办法 好像在跳华尔兹一样的 继续的进行各种的经济开发 等到你有最后结果的时候 再来讨论如何去分配这些经济利益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这是最近 应该是8月18号的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在Diploma上面写了 让亚洲人可以想想 我们真的要不要用 美国跟西方列强殖民主义 一定要侵略你的国家 殖民的国家 改变你的制度的方式 来处理我们现在可能有的是纷争 如果真的有一个亚洲纪元正在崛起 那么我们区域的人 是不是可以用印尼跟马来西亚的方式 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主权 但是他们拒绝进入战争 拒绝进入美国帮他写好的剧本 也拒绝让他的人民进入生灵涂炭的绝境 亚洲人管亚洲是吗 您支持这样论点吗 我们也来这边聊天室互动一下 尤其呢刚刚倩姐讲了说 这个亚洲 其实自己可以管好自己的事情之外 其实美国呢 常常来南海这个地方嘛 但是呢南海跟很多主权国家 跟中国大陆有一些相关争议 但是人家就是想要进行什么 南海行为准则嘛 搁置争议 然后共同来开发等等 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呢现在又有 那个美国的议员之外呢 来台湾现在又有最新的 从上个礼拜 8月14号到15号的时候 美国民主党的议员马基来台湾 然后当时就说月底还有一团 然后21号到24号 就礼拜天晚上呢 美国印第安那州的州长呢 侯康安他也率团访问台湾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加拿大议员啊 11月访台 英国的国会议员11月访台 然后呢那这个侯康安还 最新消息说 他要呢拜访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现在看起来呢 这些相关裴洛西啦到马基啦 到现在侯康安 通通着重都是在半导体产业 美国啦美国都是半导体啦 嗯 他说他还要去韩国啦 应该也是半导体 这个当然就是因为 美国金片法嘛刚通过嘛 然后金片联盟8月下旬 就要召开第一次服务卫报 大家想要把他的州插进来嘛 看能不能撈到什么嘛 对不对 那就是为了利益 不是真的挺台湾吗 如果是只是这样 对美国人来讲 这两个是一致的啦 我拿到台湾的这些订单 然后呢来台湾就是挺台湾 美国人的理解就是这样啊 他事实上是在帮你这个疏散你的过度拥挤的布局啊 他就理解啦 他就理解啊 那他有讲到啊 他说那个印第安纳州有十家重要的台湾企业啦 那韩国有十二家这样啊 那他而且印第安纳州有好几个学校台湾校友都蛮多的 普渡 圣母大学也很多 印第安纳大学啦 这三个学校台湾校友都蛮多的啊 所以那因为他就在芝加哥的旁边嘛 那旁边是伊利诺 然后另外一边是欧海尔 我觉得 第一个是他没有来过台湾啊 所以他第一次来 那很多人都没来过台湾 他第二次去 OK 显然他以前对台湾没有那么大兴趣啦 看到裴洛西来看到马基来 我觉得就是半导体啦 这非常清楚 这非常清楚 事实上就是来招商啦 这你也知道 美国AIT本来就台湾有 他从20 大概从2012开始吧 就有那个台湾 投资美国的快速通道 那各州都来过台湾巡回啊 当然来的不是州长啊 就是州的那个商务代表 有的甚至是台湾 台湾人啊 那跑去美国说 我来当你们的商务代表之类的 所以各州大概很多台湾的厂 他们都去过 那他们都有做记录 那回报给各州嘛 所以他们对台湾的 他们想要的产业 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啦 所以 我不知道它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啦 不过很显然就是说 因为美国那个商务部 那个经费的 的分发啊 事实上我觉得应该各州都可以要到啦 那就看你是什么样的项目啊 不可能说都集中在 阿里州南跟泰克斯斯啦 那就看你能够要到什么项目 那台积电事实上 因为台湾台积电去一定会 连动到一些上下游啦 他不可能只有台积电去啦 那聚落怎么办 到时候你都用空运啦 对不对 而且美国向重的不是只有台积电 还有资源光啊 三家嘛 还有联发科啦 等等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底会带动多少聚落去 上下游 然后会带动多少台湾的技术劳工 人才外流啦 坦白讲这个我们都还不知道 还有资金的外流 因为你要去美国设厂也是要投资啊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铁了心了啦 那只有韩国 比较有反对声音 你看到韩国三星跟这个尹锡悦 显然跟美国在玩大政治啦 因为最近我看到他们出了几招啊 这个 韩国在8月7号突然之间公布啊 说他们参加金片联盟的前提啊 两个 他居然说要遵守一个中国 然后台湾在里面不是很尴尬吗 然后不得杯葛 不能够限制中国等等 这两个前提啊 然后他另外一边还放大招 说我三星在十年内要去美国 投资2000亿美元 我觉得他是蛮会玩政治的 他就说你不要逼我这边太紧嘛 因为三星跟SK在中国的营收比重 远超过台积电啦 至少在30%以上 两家都是 而且投资的额度每一家都超过500亿美元 他怎么可能就算不可能吧 而且中国的半导理市场不仅最大 而且成长又最快 眼看着成熟自成 我们说14纳米以上 以后可能都要到中国大陆国产化 你如果不完就被人家吃掉了 对啊 他再笨也不可能说就这样放弃了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现成的市场 你美国那个以后要卖给谁 还不知道你知道 因为半导理市场不是说 你到哪里就随便可以卖 你还要去接洽 要接洽到美国的一定的厂商 那美国搞不好还是以英特尔 Glow Founder为优先下单对象 我认为美国政府就是这个小打算 那你去他那边搞不好还被挖角 然后订单还没有美国企业确定 所以未来真的是前途未谱了 所以台积电是百般无奈 你看到他在拖啦 你说以台积电的建厂速度 你说两年多还没盖好 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些无奈啦 那不好说啦 那你就看到韩国楼玩法嘛 包括隐习业啦 包括公司啦 都放大招了 那反正你拜登年底搞不好 就跛脚了 搞不好共和党就选上了嘛 那共和党的国会 会支持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吗 是 会支持这种政府带动的产业政策吗 我觉得共和党未必这样主张 那我觉得韩国就是 他就想说我边走边看嘛 是 可是我先把大钱这样摆在那里 2000亿 所以你不要逼我太过 我都投资2000亿了 对啊 以前美国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大政府跟小政府之争 他们都不希望有所谓的大政府嘛 不希望的政府介入太多 那你这个补贴政策呢 就是说跟你美国的以前的立国精神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亮哥就说了 现在台积电是怎样 被拉着去 那代表我们台湾政府没有给力嘛 那尹錫悦这边呢 他出招 三星也出招 媒体也出招 他们有很多招 但是台湾这边很被动啊 好像呢 美国像我们去台积电就会去嘛 大使您怎么看 因为呢 这个印第安那州的州长来台湾 台湾外交部很明确就告诉大家 他就是要来建半导体的 这么的都不演啦 就是要来谈这个台积电的问题 但是这会造成什么 他来台湾 又会造成台湾的中国大陆 可能会有反应等等的 因为大陆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大陆外长王毅说 针对美国的挑衅 中国大陆必会做出正当的反应 那另外更别说上个礼拜 就开始有一连串了 包括东部战区演习 然后对肖美琴等七个人 台独顽固分子进行制裁等等的 秦刚也说呢 是你美国在这件事情上 进行第一步的挑衅 另外呢 好来看到大陆的国防部长呢 魏凤和也说 解放军不会畏惧任何人 你看看出来 他们底线就是很清楚 那你美国每个礼拜都派一个 这个官员来台湾的话 就算层级不高 或者就算他第一次来台湾 对台湾也是个伤害吧 其实州长 州长这个是属于地方首长 州政府他没有外交权 所以他最多只能从事 经济文化社会 招商 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他这个州长来 他对外宣称嘛 他说他这次来亚洲 来台湾还有韩国 他叫这个经济发展之旅 他回去他也要 要获得他自己的州议会的认可 因为他是共和党 那他在州议会里面 要答询说你这个州长 怎么没事跑到亚洲去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不是花公款啊 还是受招待 都会跟他算清楚 所以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把他这个 这执行定位很清楚 那其实美国州长过去访台啊 那行之有年了 非常多 落意于途 基本上都是像来怎么样 来卖一些他们州里的产品啊 然后呢 搞一点投资回去啊 甚至呢 招一点台湾的留学生啊 或者呢 用他们这些啊 重要在台湾这些 他重要大学 州里面重要大学校友啊 在这些啊 台湾搞一些校友会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 有水可以沾一沾啊 那最 最 最有趣的例子就是 美国的这个 前前前总统克林顿 嗯 他在做Arkansas州长的时候 来过台湾访问四趟 因为他死谁之会 最后 每次来都有游水吗 都有游水 最后台北市的那个 当时啊 路边停车的那个meter啊 就是那个计时器啊 因为都是Arkansas Arkansas生产的 所以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这个谁啊 当时 克林顿啊 推销成功 嗯 他就 就当时的 买账了 台北市政府就买了 他那个meter 所以他实随之位 当然他觉得台湾也很好玩 他还有一些 我们台湾的地方 地方 地方有人 会带他去好玩的地方玩 所以呢 他就来了四趟 所以 所以其实州长过去来台湾 那是心之有的 在这个 在其实在这个 外交部分工里面 这个 州长其实是 办事处层级去 洽腰就好 那个华盛顿 不管这些州的事 就在华府的代表处 不管这些州的事 那这个 这个 这个Indiana 以辖区来分的话 他是属于 芝加哥办事处 所以芝加哥办事处 处长是跟这些州长 打交道 也就是总领事阶级 跟这些州长 然后 这些 都是 我认为 就是这个造外交部分 就是芝加哥办事处 去把他邀访 那邀访 他这个就是说 你一定要告诉他 你到台湾来 你有什么好处 这是最 最具最福利的 就是说你可以得到 什么经济好处 那也许也给他一种 也给他一种 行钱教育就是说 现在台湾有很多半桃体产业 那么可能在美国的这个 晶片法案之下 还有就是说 这个 拜登总统的这种 强力的这种 怎么讲呢 强取 然后呢 加上蔡英文政府 在后面 这个扮演推手的角色 机会来了 你到台湾来 搞不好可以搞到一些好处 那他就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并没有很重大政治意义 全球大事业 中天的优质国际新闻 我们开会人咯 欢迎大家 佳慧元成为 全球大事业的一份子 支持应援 123 订阅按赞 佳慧元 全球大事业 直播 线上见 完整 1 4 10 11